寶寶還沒出生 就開始參加比賽 5月30號是尼加拉瓜的母親節 許多孕媽咪挺著大肚子參賽 看看哪個寶寶個頭最驚人 拿出皮尺仔細測量 運度競賽今年邁入第20屆 主辦單位廣播電台 不但提供現金大獎 還有許多母嬰用品 讓優勝者通通帶回家 我們很高興奉獲這天 在尼加拉瓜的祝賀大獎 當然是跟祝賀大獎 共同25母嬰兒 在各種類型格 最後贏家由四寶媽榮獲大獎 甚至連雙胞胎的肚子都輸給她 升聚傳統的運度大賽 為尼加拉瓜的母親節 增添趣味與歡樂氣氛 在新聞 武貴鎮編譯